第七百零一章 玄凤仙子 林轩摆了摆手 脸上微露不耐之色 他可没有心情与几名低阶修士在这里慢慢建立 前辈 请 周雪恒双手一掐 为自己施展了一个亲身之法 随后双脚微一用力就向前飘出了数十丈远去 林轩见了脸上不动声色 只是双足有淡淡的清光放出 如水上淋波 似闲庭信步 不计不许地跟在对方的身后 衣袖随风飞舞现在潇洒到了极处 看得周雪恒打心眼里佩服 一路上两人也遇见了几波修仙者 有灵动期 有助击期 无一例外对林仙头来诧异之色 毕竟他的穿着和别人是完全不同 看来安顿下来之后得重新换一身衣衫了 否则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莫名其妙地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恰恰是林轩最为讨厌的 数大招风低调是在修仙界生存的不二法则 此山高数千丈 不过以两人的速度却也仅仅花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来到了山腰了 这是 林轩看着眼前的景物 脸上露出一丝骇然之意 这里的雾气已经很薄 一面巨大的山壁出现在眼帘中 此山壁长宽皆有百余杖 鲜呈黑色 表面平滑以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面精心打磨的镜子 以林轩的眼力自然不难看出 这面山壁并不是天然成形 而是被人用了大法力 一剑劈成这个样子 如果仅仅是普通的岩石 林轩自问权力一击 勉强也可以办到的 然而这山壁的构成并不是岩石 而是铁母 虽然算不上天才地宝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炼制法宝的材料 坚硬可想而知 这么大的一块被劈成两半 切口还平滑如镜 恐怕就算是后期的大修士 也不一定做得到吧 望着林轩惊恶的脸色 周雪恒不以为伍 反而略感得意地解释起来 前辈不用惊议 此处铁母的遗迹 乃是我创派祖师玄凤仙子的手笔 玄凤仙子 林轩一呆 脸上表情不由地露出几封古怪 贵派祖师乃是一女子 不错 祖师虽是女儿身 以身修为却惊天动地 气鬼神不仅踏入了离合期 而且还成功度过天节 飞升去了灵界 什么 即便以林轩的城府 脸上也不由地悚然动容 离合期修仙者 即使在七星岛云海 也仅仅是传说 就算是有 也不知道藏于何处 近万年来 也没有听谁说过杜劫 没想到 小小的妖灵岛 玄凤仙子 贵派祖师 所修炼的功法 莫非是模仿灵界神兽 凤凰的神通 林轩有点急切的开口 不错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周雪恒为了讨好林轩 也就知无不言 说起这修仙者的功法 真的是变化万千 甚至比轨道秘术 都还要更加的诡异一点 与正魔如佛一样 功法也分品级 普通功法 中等功法 高级功法 极品功法 一共是四等 普通功法 一般都是模仿 寻常妖兽的神通 特别是很好修炼 助击也比较容易 但却几乎没有机会结丹 一般是交给 自治很差的弟子修炼 中等功法相对要难一些 但威力却要大得多 在玄凤门 如果能成为那堂弟子 那么恭喜你 修炼的就是中等功法了 而这种功法 可是有机会步入宁丹起的 至于高级功法 那可是珍惜一击 就算是玄凤门 这么多年的积累 也不过是寥寥数本而已 想要修炼 可以 要么你是圣灵根 要么是双属性变异灵根 而且还要得到门内 至少两位远应其长老的首肯 随后才可以将高级功法传授 那么极品功法呢 林轩听得入迷 如果对方没有夸大 那所谓的极品功法 恐怕比自己所拥有的九天玄功 还要珍贵 极品功法本门只有一本 就是玄凤仙子所修炼的凤武九天诀 只可惜啊 自从祖师飞升灵界之后 这么多年以来 本门再无一人 满足修炼此功法的条件 哦 林轩眉头一皱 有点不解的开口 难道就是圣灵根 也满足不了要求 这与灵根资质没有关系 想要修炼凤武九天诀 必须是凤脉之体 凤脉之体那是什么 林轩也算是博览群书了 但这种说法却是闻所未闻 想必前辈也知道 凤皇乃灵界圣鸟 除了上古时期 如今别说人间 就是我们妖灵岛 也没有此鸟的踪迹 嗯 林轩点了点头 继续听对方往下说 不过还有一种灵情 就血脉来说乃是凤皇的远亲 你是说孔雀 林轩黑黑一笑 表情有些古怪的道 前辈果然见识广播 这凤脉之体 与孔雀大有关系 因为这种体质不是天生的 而是得自后天的奇遇 哦 林轩是越听越感兴趣 脑海中也不由自主的 浮现出一位美妙绝伦的女子 想想自己与她的恩怨纠割 从最初的要打要杀 到被迫携手合作 以及阴差阳错 那销魂一吻 怎能不令人印象深刻 孔雀仙子 也不知道 她是否回到奎音山脉之中 继续做那威风八面的 妖兽灵主 神游万里 不过林轩很快收回了注意 继续听对方讲下去 凤脉之体 是乃可欲而不可求的事情 玄凤祖师有此奇遇 还要从他离奇的身世所及 林轩微微有些不耐烦 眼前这人是什么都好 就是叙述一件事情 未免太啰嗦了 对于林轩心中的抱怨 周雪恒懵懂无知 继续口若玄河的滔滔讲述 玄凤祖师一生寄予奇特 并非出自什么了不起的修仙家族 而是一普通的凡人小户 五岁的时候 就因为天灾 父母双亡 后来被一化形器的孔雀收养 什么 自从踏入仙道以来 林轩耳闻目睹了太多奇闻仪式 可加在一起 也没有眼前的离谱 堂堂化形器的妖兽 会发疯了的 做一普通人类小孩的养母 第702章 骇人听闻的上古大隐秘 是的 周雪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 缓缓开口 我知道这件事情听起来离谱了些 不过却是事实 本派祖师乃是由邀请养大的女子 林轩点了点头不再多说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这与道友所说的凤脉之体 有何关系 你说这种体质并非天生 而是后天奇遇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前辈不用着急 就算您不问 我也会清楚地告诉你 周雪恒挠了挠头 脸上满是恭敬讨好之色 不知道 前辈可听说过 本命灵光吗 林轩已呆 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 与孔雀仙子间的纠葛来 见他发愣 周雪恒就误会了 原来前辈没有听说过 那就由在下解释 这本命灵光非同小可 乃是化形期妖兽 特有的一种东西 而且并非每一种化形期妖兽都有 必须是天地临擒 或者是蛮荒奇兽 进入化形期之后 才会在体内生成 其珍贵程度 虽然不及妖丹 却也相差仿佛 一来 本命灵光威力其大 趋以功敌 远超各种玄妙秘术功法 然而却有一个坏处 此光是一次性的 换句话说 用了之后就没有了 罪不到万不得已 妖修也舍不得 通常用作保命的神通 而除此以外 本命灵光还有一个惊人的效果 就是可以治愈人类修饰的重伤 不管伤得有多重 哪怕到了原因崩溃的地步 只要还没有陨落 就可以将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难道以贵派祖师精彩绝艳的资质 居然也受过这种伤吗 林轩略有不幸的开口 哈哈哈哈 前辈说笑了 仙道意图荆棘遍地 必派祖师进入离合期之后 自然是纵横人界无敌 可他又不是一踏入修仙界 就有如此惊人的修为 而不是由于灵动期的小修士 慢慢逐步升级 林轩是点了点头 自己刚才口快心直 所问的问题 却实愚蠢了点 玄奉祖师自幼失去了父母 由林琴孔雀抚养长大 然而刚刚踏入仙道之时 所修习的却并非妖族功法 哦 贵派祖师最初居然不是修妖者 林轩眼珠一转 语气颇为古怪的说 是的 祖师他老人家最先修炼的 乃是以无上道家针法 九天玄弓 即便以林轩的诚服 听到这里也是大惊失色 心中如金涛骇浪般翻游 怎么与九天玄弓扯上了关系 前辈 你怎么了 见林轩反应奇特 周雪痕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没什么 林轩当然不会如实相告了 故意拍了拍胸口 这九天玄弓的名字 我曾经在某本典籍上见过 据说数千年前 曾有人仪仗此宫横行一时 哦 还有此事 那一定是九天玄尊那老匹夫的再传弟子 见对方露出愤怒之色 林轩不由得越发好奇 玄凤仙子既然休息过九天玄弓 按理应该对九天玄尊颇为尊敬才是 怎么他的门人弟子 当然表面上林轩却露出一副 无惊无喜的表情 九天玄尊那是何人 林轩之所以明知故问 就是想从对方口里 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部弄清楚 周雪恒不知林轩底细 说起话来 自然毫无顾忌 微微叹了口气 九天玄尊 说起此人 也算是一位精彩绝艳的人物 九天玄弓 就是他所创立的 还曾经与碧派祖师 生死相许 两人曾是双修道旅 林轩虽然隐隐已有猜测 但听到这里 依旧是大吃一惊 不过有了心理准备 脸上自然是一副茫然的表情 哈哈哈哈 这些陈年旧事晚辈也不多说 那也都是几百万年前的恩怨了 凭心来说 九天玄尊能够赢得祖师芳心 肯定也是一了不起的任务 只不过他仇家极多 当年祖师与他情好爱赌 那次身受重伤 也是两人被九天玄尊的 数名原鹰仇家围攻 祖师为了掩护爱侣逃走 啊 照道友所说 玄凤仙子在修药以前就已经结阴了 林轩突然若有所思的插口 是的 周雪恒一呆 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 那时祖师是原鹰初期的修士 然而为掩护爱侣离开 却以一人之力 立得五大原鹰高手为攻 其中两人还是中期的怪物 遥想当年 玄凤仙子一弱智女流 白裙飘飘 一人一见 立得五大原鹰老怪为攻 那是何等风采 又是何等惨烈的战斗 少爷 九天玄尊真不是东西 脑海中传来悦儿的交呼 翘脸上满是愤愤之色 林轩点了点头 两人以后的恩怨暂且不说 但这一会儿 九天玄尊撇下爱侣逃走 让一弱智女子 为自己抵挡强敌 未免也太不是男人了些 虽说修仙借寡情博弈 林轩做事情也许还冷静的计算利益得失 但人总是有血性的 即便城府的林轩 平日里耳濡然 做大部分事情都可以腹黑心狠 可对有些人 却也是例外 比如说如果自己遇到同样的危险 愿而愿意主动牺牲抵挡强敌 但林轩却绝不可能如九天玄尊一样 排排屁股离去 肯定会选择和小丫头在一起 共同面对 哪怕是死在一起 那一战 打的是天昏地暗 真正持续了一夜的时间 祖师使经浑身解数 硬生生的拖住五大高手 让九天玄尊安然逃脱 然而他自己却受伤极重 不仅本命法宝被毁 肉身也濒临崩溃 眼看就要魂飞魄散 也是祖师命不该绝 恰好他养母路过此地 那位林轩孔雀 已经步入到化形后期 实力之强 甚至还远在原鹰后期大修饰之上 几个原鹰老贼见他出手 自然吓得魂飞魄散 见爱女被打得奄奄一息 孔雀愤怒一击 不过此刻救祖师的命要紧 他又无法分身去追那几个敌人 将女儿带回洞府 孔雀想尽办法替他疗伤 然而祖师立敌五大高手 不管是原神还是身体 都已经宾于崩溃的地步 即使这位化形其后期大邀请 也是回天乏术 虽说这对母女人妖殊途 然而彼此间的感情 彼之真正的母女也毫不逊色 空缺不忍见爱女魂归地府 于是便将自己锦逊于妖丹的本命灵光 输入进祖师的体内 而此物果然有传说般的神奇 硬是将祖师从魂飞魄散的边缘 给拉了回去 随后在孔雀的精心照料下 经过数十年的修养 祖师终于恢复如初 随后他不顾养母的劝阻 又去寻访爱女 可惜这次却是悲剧 三年后祖师回到孔雀的洞府 抱着母亲是大哭 原本风华决断的玄凤仙子 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脸上再也没有笑容 活泼的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一位女儿又在外表被人欺负 是孔雀大怒 可问她仇家是谁 仙子却是只哭 仅对母亲说了一句 她已和九天玄尊反目为仇 哦 为什么 听到这里 林轩忍不住插口 这个晚辈也不清楚 你不清楚 是的 祖师与九天玄尊反目的理由 从来未对任何人提起 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又哪敢胡乱猜疑 林轩点了点头 这番说辞倒也合情合理 不过玄凤仙子为了爱侣 舍死忘生 不惜力敌 无畏原因修士 不用说 自然是重情重义的女子 反观九天玄尊 论才智 固然令人高山扬指 然而品德如何 恐怕就要打上问号了 至少九天玄尊的开篇 曾经讲过他的身世来历 对于玄凤仙子 却是只字未提 林轩本就一直感到奇怪 当年九天玄尊身负血债 案里应该没有时间 考虑感情的问题 可是假如没有双修伴侣 亲眼手中那本女修版的 九天玄尊又该如何解释 原本这中间 还藏着如此大的隐秘 前后连贯所有的疑点 全部隐忍而解 事情已经过了百万年了 林轩当然无从推测 两人间发生了什么 不过想来 始至八九 都是九天玄尊理亏的 可能居多 当然了 林轩可不是内疚什么 自己只是修炼了九天玄弓 而此功法的创始人 做过什么 可是与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 祖师外表柔弱 让内心却是极为刚烈的女子 辞世过后 恨九天玄弓是入骨 然而却又再三劝养母 不让她替自己报仇 说两人间的恩怨 总有一天 她要自己亲自了断 可惜九天玄尊那老匹夫 虽寡情博弈 卑鄙无耻 但光就修炼资质来说 可以用奇才来形容 九天玄弓 乃她自创 师祖所有神通 她全都一清二楚 如果继续修炼九天玄弓 肯定难以报仇 如果换一个人 肯定另访名师 然而师祖 确实骄傲 又极其只有之人 靠别人帮忙打败老匹夫 不算本事 他能够自创功法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 恰好那时 正是人界修妖热的兴起 于是师祖穷山恶水 百年之力 在人间各处游历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神鸟 凤凰的踪迹 前辈不用惊疑 数百万年前 修仙界就比现在繁荣的多 那时候 人间可是有此临情的 周雪恒 微笑着开口 第703章 离合期 妖兽的传说 对方讲到这里 后面就没有多少秘密了 玄凤仙子 以精彩绝艳的资质 穷数百年之力 创出了旷古绝境的 凤飞九天诀 然而据林轩所知 九天玄尊并非为人所灭 而是耗尽寿元以后作画的 照此人所说 玄凤仙子可是步入离合期 最后还成功飞升灵界 那在这期间 他为何没找九天玄尊报仇 可就令人十分费解 当然了 林轩对这些上古时期的恩怨纠葛 没有多少探根究底的兴趣 与自己毫无切身的厉害关系 倒是所谓的凤脉之体 原来是以孔雀的本命灵光 在体内做大周天循环 一经洗髓 逐渐将体质改变 至于林立该怎样运行 在凤五九天诀的前言之中 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 林轩听到这里是眉梢一条 不过这个动作非常隐秘 并没有引起旁边周雪恒的注意 讲完了十臂的来历 他带着林轩 向不远处的一座阁楼走去 这是一栋三层的建筑 约有七八丈高 虽是木质结构 表面却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显得神秘非常 林轩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脸上阴影有古怪的绿色闪现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从容 随着对方走入其中 里边是颇为宽广 修饰不多 周雪恒直接带着林轩来到了三楼 穿过几道曲折的回廊之后 一扇由红木制成的大门出现在眼帘里 周雪恒脸上露出恭敬之色 轻轻地扣了扣 过了约半盏茶的功夫 支牙一声传入耳朵 那大门诡异地打开了 然而周雪恒却没有敢贸然走入其中 而是嘴唇动了动 似乎像里面传音述说着什么 林轩眉梢一条 对方这样做可颇为不礼貌 但他心中虽然略感不满 表面却依旧冲和平淡 啊 居然是来了外界的道友 还是宁丹齐高手 如此稀刻 请恕老夫未曾演音 一颇为豪爽的声音传入耳朵 从大门里走出来一位鹤发老者 林轩眼睛一眯 此人身材高大一击 虽然从容貌上看 已有七八十岁的年纪 却依旧是龙行虎步 声若红中 乃是一位宁丹中期的羞妖者 万辈参见师叔 罢了 老者豪爽的一摆手 目光就落在了林轩的身上 这位一定就是领导友 我们要领导近百年来 还是第一次迎来外客 也算是有缘了 有缘个屁 林轩心中忍不住付费了几句 当然 表面上也不得不推出虚伪的笑意 与对方假着应酬了几句 至于周雪恒 自然是不敢插嘴 等两人说完之后 才陪笑着告罪 相逢记事员 不知道领导友 可有兴趣加入 必派成为我们悬凤门的一员 赫发老者眼珠一转 十分热情地邀请了起来 这个林轩脸上露出一缕难色 沉吟着开口了 多谢道友好意 不过在下更想要回到人界去 回到人界 哈哈哈哈 在下能够理解 不过此事恐怕很难如道友所愿 赫发老者摸了摸 活须脸上丝毫的 不见被拒绝后的怒气 为什么 难道没有从妖领导返回人界的方法 林轩眉头一皱 略有不幸地开口 这个很难说 或许有 或许没有 道友这话是何用意 莫非想要消遣林某 林轩脸色 仨然阴沉了下去 哈哈哈哈 道友无须动怒 黄某与你一见如故 岂会无端于道友为难呢 只不过想要从妖领导返回人界 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 然而却非常渺亡 愿闻其想 林轩神色一缓 报了报全 道友想也知道 这妖领导对妖族来说 乃是修炼圣地 此处妖兽的实力 远非人界可比 林轩点了点头 这些事情 他早就听周雪恒说过 否则以玄凤门的规矩 也不用时刻将 护派大政开启了 黄某虽然没有见过 但据说这妖领导之中 连离合其妖兽 也不下三四只之多 赫发老者说到此处 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 难鸣之责 离合其妖说 林轩眼睛一眯 表情大为害意 既有如此可怕的怪物 贵门派为何还能够 道友是想说 我们的人族 为什么还没有 被图师殆尽对吧 林轩点了点头 据他所知 人类与妖族之间 可谈不上和睦 从上古时期开始 就功伐不断 之所以能够共存到现在 那是由于不管谁强谁弱 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将对方灭掉罢了 可在妖领岛 这个平衡明显被打破 光是化形其妖兽 就有三四个 我们人类能够逍遥至今 那是因为离合期的妖兽 从来不曾参与 两族之间的战斗 啊 为什么 林轩一手斧 脸上露出几分 感兴趣的表情来 这个 我也不清楚 或许进入离合期之后 那些怪物的经历 全都放在如何度过天节 成功飞升灵界 对于我们这种层次的争斗 已经兴趣全无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还有更加靠谱的说法 我们这些羞妖者的前辈 曾与离合期妖族定下密约 以强横实力 逼迫他们在两族争斗的时候 不能出手 羞妖者的前辈 林轩是一呆 脸上不由的露出几分古怪 道友不会真的以为 我们就是这妖领导 土生土长的居民吧 我们的前辈同样来自于人界 那是在数百万年前 因为增加了寿援的希望破灭了 羞妖者圣级而衰 迅速被佛道如魔 四个流派取代 有灵根之人 再也不愿意选择羞妖之路 照这个形式 恐怕不出万年 妖族功法就会从整个修仙界消失 尽管已经有很多修妖者改换门庭 然而修妖功法昌盛一时 也自有他的道理 并不仅仅是可能增加寿援这一个原因 尽管那个时候已经很难招收到弟子了 但依旧有许多效忠于此道的先辈是默默坚持 可由于人界没有妖脉 修炼远比佛道如魔艰难 修妖一派已经没落 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 佛道如魔都虎视眈眈 甚至想要落井下石 联合向我们仍旧坚持的修妖者开战 千军一发之急 五大修妖者战了出来 第七百零四章 离开的两个方法 五大修妖者 不错 赫发老者脸上满是敬仰 阴影还流露出一丝羡慕 俗话说得好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那时候 修妖一派虽然已经开始没落 但毕竟在此之前 刚刚经历了近十万年的繁荣 老一辈的人之中 可用人才济济来形容 而五大修妖者 就是其中顶而尖的人物 这其中也包括 碧派祖师玄凤仙子 那时候 他刚刚步入离合期 不过从修为来说 却是五位高手中最弱的一个 林轩听到这里是一阵无语 脸上满是骇然之意 仙子已步入离合期 却位居于五位高手之末 难道其余四人全是 道友所料不错 其余四人都是离合期的老怪 原本以他们的修为 早就不过问着人界的事物 各自隐居于洪荒大泽 但经极律 思量的全都是如何度过天节 飞升灵界 然而这一会儿 佛道如魔联手 对修邀者发难 五位高手却不能不管 终于出面 林轩听到这里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询问些什么 因为理由是很显而易见的 虽说先道艰难 追寻者大多寡情博弈 只看重自身的利益 但并非没有例外 只要是人就很难逃脱世俗的羁绊 五大高手既步入离合期 那踏入修邀之路 恐怕至少也有七八百年了 岁月悠悠而如目染 对于修邀一脉的感情自然是极深 平日里可以超脱世外 但这种关键时刻 肯定是站出来 人毕竟不是神仙 想要做到完全的清心寡欲 是何其艰难 五大高手已现身 佛道如魔自然烟其息骨 毕竟离合期高手仅仅是传说 他们没想到修邀者中真有 还一下子出现五个 于他们对碰无异于拿鸡蛋捧石头 于是一场浩劫就这么消逆于无形了 然而五大高手并没有拍拍屁股走路 因为他们也清楚 对方之所以服软 是因为自己这种高人站在一边 而这种平衡持续不了多久 最多不过保持千年 等自己五人要么作画 要么飞升去灵界之后 那些家伙自然会重新对修邀者动手 自己总不能将佛道如魔四脉 全部杀光了 且不论是否能办到 就算真的可以 他们也不敢那样做 因为灵界不会坐视不理 何况即使四脉不动手 人界妖脉少得离谱 增加寿源的希望破灭之后 修邀者的没落几乎是注定的 这说来也巧 五人想要飞升灵界 最困难的障碍就是如何熬过天节 而渡劫最简单 也最稳妥的方法 就是让修为达到离合期顶峰 那样以强衡的实力 就可以硬扛三九小天节 不用担心灰飞烟灭 可话又说回来了 以仁界的条件 还有修炼资源 能够突破原因迈入离合之境 已经是机缘巧合 想要修到此境界顶峰 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刚刚晋级的玄凤祖师 其余四人一直在寻找三圣地的位置 他们是修邀者 最看重的自然是邀灵岛了 这儿虽不是灵界 但妖脉的情况 却远非人界可比 在以往的岁月 这么做是为了个人 如今却与整个修邀者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 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才能让修邀一脉延续下去 乌大高手一合计 便决定联手互通有误 一起寻找妖灵岛的踪迹 他们穷两百年之力 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 于是对修邀者发出传音符 让愿意的修邀者随他们迁徙 而这件事情并不顺利 要离开人界 到一类似于空间裂缝的神秘地方去 即便再虔诚的修邀者 也难免心存疑虑 最后响应号召的不足十分之一 五位前辈心中叹息 但也并没有勉强之意 联手施展破碎虚空的莫大神通 打开了前往妖灵岛的空间缝气 随后又利用早些不好的断金大法 将此裂缝进一步扩大 然后带着他们的追随者 一起来到了妖灵岛 原来如此 林轩点了点头 随即脸上又露出了一缕莫名之色 自己是想要知道 有无离开妖灵岛的方法 对方怎么在这里东扯西拉其他的东西 赫发老者也是一精明的人物 看了林轩的脸色 也知道他为何不满了 摸了摸胡须 嘴角边流露出一丝笑意 道友无需着急 你的问题可与老朽刚刚的讲述大有关系 哦 难道离开的方法就是五位高人留下 道友果然聪明 一猜就中 羞妖者迁徙到这里之后 自然与妖灵岛土生土长的妖族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好在有五位高人坐镇 自然不会落一下风 不过妖族之中同样有离合期的怪物 好在五位高人技高一筹 有点急说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对方签下密约 双方都不得再参与族人之间的争斗 哦 林轩脸上微露不信之色 就算真如道友所说 此时都过去几百万年了 五位高人早已坐骨 那些妖兽还会遵守密约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但我们与妖族之间的争斗 对方离合期的怪物确实从未插过手 赫发老者也略带不解的说 道友说了那么多 如今还是没有回答在下提出的问题 林轩略有不满的开口 这周雪恒与后发老者一个比一个啰嗦 不过也托他们的福 让自己将妖邻岛的情况全部弄清楚 未曾想点击上没有记载的上古隐秘居然如此之多 这一次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道友不用着急 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步入离合期 又破碎虚空的能力 那样穿越空间缝隙 回到人界自然没有问题 林轩眉头一挑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不过他脸上却丝毫不见怒涩 敢问道友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另外一个 哈哈哈哈 五高人当年曾留下一个传送阵 据说也能破碎虚空 不过我劝道友还是不要痴心妄想 因为启动此传送阵的难度 也比不如离合期小不了多少 赫发老者脸上露出一丝诡异之色 阴阴的说 哦 林轩却神色一阵 敢问道友 要想启动此传送阵 需要满足什么要求 看来道友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 也罢 我就说与你吧 赫发老者叹了一口气 但脸上却满是不以为然的表情 且不说此传送阵在幽州山脉深处 那儿的妖兽不计其数 里边不乏化形器的怪物 光是启动此传送阵的两个条件 如今就是不可能办到的 说到这里 他一声倾咳 随后才继续往下说 第一 此传送阵能破碎虚空 所要求的灵力自然非同小可 需要极品金石 话还没有说完 林轩就以眉头大皱 极品金石 上古时期或许还有那么一两块 可如今早已成为虚无缥缈的传说 将林轩的表情看在眼里 赫发老者嘴角边勾露出一抹讥讽的笑意 这还仅仅是其中之一 就算道友能够拿出传说中的东西 你还未必能够继承五高人中任何一位的衣钵 哦 此话怎讲 林轩感觉有些奇怪了 难道开启传送阵还与功法有关 不错 传送阵是五位高人联手设立 也只能由他们的敌传弟子来开启 要求不高 只要学过他们的功法入门的部分就可以 但据老夫所知 他们四位高人皆散修出生 过了这么多年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传承 也就是说道友能学的 唯有必派的凤五九天诀 不过你也听周师之讲了 玄凤仙子虽是本派祖师 但这么多年来 本派却没有一人能够修炼他的独传之命 除非道友是凤脉之体 林轩听到这里是心中一动 当然表面上自然是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 沉吟良久才悠悠的叹了一口气 看来想要离开邀灵岛还真是不太容易 岂止是不容易 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赫发老者冷笑了一声 不瞒林兄 这么多年来 被吸入人界的道友虽然不多 但数量却也不算很少了 但老夫却从没有听说过 最终有人能够离开的 随即他又脸色一变 显出几分宽慰的词合 温言开口 道友也不要想太多 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 其实我们妖领岛 各种修炼资源也是不错 道友何不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呢 见林轩沉默不语 但表情却似乎松动了些 他又趁热打铁 我们悬凤门实力不足 道友何不考虑加入 听了对方的言语 林轩表面是不动声色 心中却不由得开始嘀咕 对方三番五次邀自己入门 态度似乎热情的过头 难道这中间会有什么阴谋 既然有了防备 林轩当然不会轻易的答应下来 当然以他的诚服 也不会贸然的与对方交恶 小小的一宁丹七修是不算什么 但自己人生地不熟 能不惹事还是不要惹事了 想到这里林轩嘴角标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林某出道跪地 还要好好考虑考虑 等想好了再答复道友 你看如何 第705章 客卿 林轩这番话是模棱两可 既没有马上答应 却也为言辞拒绝 鹤发老者心中虽有不满 但却不好多做流难 哈哈 道友想要深思熟虑 老夫完全理解 然而邀领导不比人介 这里散修可是很难生存下去 这样吧 道友若是不想马上加入必派 可以选择成为本门客亲长老 这样据不用受约束 而且在遇见危险的时候 又可以寻求本门庇护 一举两得 道友以为如何 鹤发老者眼珠一传微笑着说 多谢道友好意了 那成为贵派客亲长老 又需承担什么义务 林轩眉头一挑 郑重地道 俗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自然不会轻易落入别人的圈套 这个道友不用担心 既是客亲 平日里自然非常逍遥 除了在妖兽进攻 必派总谈的时候 必须回来尽一份力 平时完全随意 而且还可以使用本派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藏书阁 地火屋 当然 老修丑话也要说在前头 客亲并不是真正的本门弟子 所以这些资源都只能使用最低等的 对道友这样的宁丹旗修饰并无多大用处 所以 哈哈 道友无需再劝了 林某说过 是否加入玄凤门 在下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林轩一摆手阻止对方往下说 这赫发老者可不是一般的啰嗦 那道友愿意成为本门的客亲吗 这是自然 道友一番好意 在下又岂有推托之力 林轩嘴角边流露出一丝笑意 赫发老者听了是眉开眼笑 伸出手来 在楚带上一拍 光滑一闪 他的掌心之中 已多出了一幽黑的令牌 此令牌约有孩童大小 乃是一种不知名的木头雕刻而成 散着淡淡的幽香 让人神清气爽 此乃我玄凤门的客亲令牌 道友收好了 多谢 林轩毫不迟疑的结果 又与对方闲聊了几句 然后这才告辞 离开对方的居所之后 林轩脸上笑容一收 表情洒然阴沉下去 这赫发老者三番五次邀请自己入门 态度热情的有些过火 难道中间有什么阴谋 林轩是心中一动 再次将那客亲令符取出 神念在上面细细扫过 并无不妥 算了 小小的一凝丹气修饰而已 不足为虑 如果他真敢打自己的主意 结果只能是让他追悔莫及 林轩摇里摇头 决定暂时将这件事抛出脑后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离开这里 林轩可没有兴趣 在邀领导一直待下去 对方所说的两个方法 踏入离合期 是不用考虑 那根本就是遥不可及 自己如今才不过魔鹰化成而已 距离真正的原因修饰 都还要稍差一些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从传颂阵着手 凤脉之体不是障碍 不过想要学习凤武九天诀 却很难 自己就算加入玄凤门 对方也不可能将极品功法拿出 一旦表现出过人的天赋 反而可能招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甚至是杀身之祸 对于修仙界的残酷 林轩可是一清二楚 这样的正派之宝 对方就算拿着没用 也绝不会交到自己手里 想要到手 唯有偷 当然此事急不得 否则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 何况极品金石也没有着落 虽然林轩心中隐约也有个计划了 但能否成功 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叹了一口气 林轩在脑海中与月儿商量了几句 然后就顿光向树里外的一座阁楼飞去 那建筑也是由木头堆砌而成的 不过却比刚刚那栋简陋的多 进进出出的 也全是无一例外的低阶修仙者 这里是低阶弟子做完杂物之后 领取报酬以及低阶灵气的场所 林轩的到来自然十分引人瞩目 但他也不管别人诧异的眼神 直接大大咧咧的就走入其中 很快得到消息的管事就迎出来了 那是一六十余岁的老头被有点驼 但却精神抖走 这位前辈光临隐凤阁 不知道有什么见价 老者小心翼翼的开口 林轩修为深不可测 偏偏又是奇装异服 让他感觉怪异到了极处 完全摸不准此人的路数 你不用经理 我是贵牌新任客卿 林轩一边说一边出示了新到手的令牌 老者一看之后 表情果然缓和了许多 但却要更加的恭敬了 要知道客亲长老身份尊宠 可是要宁担其高手才能担当 原来是林长老 文辈这里有礼了 老者盲身师一礼 献媚得到 他不过灵动后期的修为 平日里 哪有机缘于这样的高手相遇 若是能博得这位林前辈的好感 稍作提携 自己精神 可就受用不尽 林轩是何等聪明 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意 但脸上依旧是一副淡淡的表情 长老有何吩咐 尽管明说 只要晚辈能够办到 一定赴汤蹈火 道有严重了 林轩可不需要你赴汤蹈火 我来此处只有几件小事拜托 林轩哭笑不得 白手将对方表忠心的话语给打断了 老者是脸上一红 这番做作有些太过 但这家伙也是老滑头 很快就恢复了长色 前辈请说 首先我要一身衣服 不华丽 很普通的那种 妖林岛的穿着 与云海截然不同 林轩可不想再走到哪里 都变成焦点 这与他一向的作风不符 聪明人修仙 都会奉行低调的原则 此乃小事一桩 前辈放心好了 我这就派人为您找见 青色长山 您看如何 如此甚好 林轩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哎呦 我刚刚成为客亲 对于贵派的一切 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需要一个浴桶 里面有悬凤门的资料 越详细越好 这也很好办 不过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还请前辈稍坐 一会儿我就给您将东西送过去 小红 将前辈带到贵宾楼 上好的茶水糕点伺候 老者的最后一句话 却是对站在旁边的侍女所说 那是一十七八岁的女修 身上的灵气 搏得离谱 看样子是刚刚入门喂酒 温言忙服了一服 恭敬地领着林轩 向旁边去了 第706章 惊喜发现 所谓贵宾楼 其实不过是一小巧的厢房罢了 经有数丈方圆 不止的却颇为几分典雅之处 前辈请稍坐 林轩点了点头 并未依言坐下 而是驻足观看起墙壁两侧的字画 少女的修为不过临动期 自然不敢出言打扰 奉上临茶糕点之后 就默默地退出了厢房 林轩并没有等多久 仅仅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那老者就亲自来到了厢房 他的手里 还捧有以银制托盘 上面放着林轩所要的衣物 前辈 您看看还合身吗 老者脸上满是讨好之色 林轩神识一扫 点了点头 不错 倒有尽心了 我要的悬奉门资料 完备已经准备好了 老者一边说 一边从怀里取出一碧绿的玉筒 恭敬地递到林轩手中 林轩接过 随手放入储物袋 略一尘瘾 袖袍扶过 旁边的桌上 顿时多出了一小堆金石 也有十七八块的样子 老者是一呆 接着脸上就露出狂喜的表情来 多谢前辈赏赐 林轩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身心一转 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片刻后 林轩已下了五指风 坐在一块光秃秃的大石上 将神石沉入玉筒 时间慢慢流逝 足足过了数顿饭的功夫 林轩才收回了神石 叹了一口气是沉默不语 那驼背老者 倒也算尽心竭力 将玄凤门资料介绍得详细一集 当然 这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然而看了之后 却让林轩感慨良多 这妖领岛第一大派 果然不是吹吹的 当然 与上古时期相比 自然远远不及 但如今门内 依旧有近二十位原英旗修士 其中有三人进入中期 尤其是大长老 虽然贫禽并未真正突破 也算半个后期的大修士了 这种规模 虽不及云海九大势力 但与之相比 差的也不是很多了 想要偷出凤舞九天诀 简直跟老虎嘴里拔牙差不多 林轩脸色 有些阴晴不定了 强弱悬殊 如果换一个人 或许会有放弃的念头 但林轩自步入仙徒 一路上磕磕碰碰 所经历的风雨 数不胜数 性子自然是坚韧到了极处 因此是略以沉吟之后 也就神色如常了 此事要从藏记忆 但林轩的字典中 却从来没有放弃儿子 白光一闪 林轩已将玉筒收了回来 然后一脸的悠闲 慢慢走向了山脚的下边 很快 那简陋的仿式映入了眼帘 据周雪恒所说 这是玄凤门开设 不过主要是为了低阶弟子服务 里边并没有宁丹妻修饰需要的东西 不过林轩还是饶有兴趣的走入了其中 他想要看看 妖领岛的仿式与人界有什么不同 此时林轩已经将衣服换了 这样一来就不再引人瞩目 虽说他隐匿后的修为依旧在宁丹中期左右 远比旁人高得多 不过按照修仙界的规矩 如无必要 没有人会拿神石乱扫 那样很不礼貌 加上林轩相貌普通 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 自然没有人怀疑什么 好久没逛针对低阶修饰的房市了 里边正规的店铺不多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的大多是临时摆设的摊点 上面放着一些自制的灵器 福禄还有道书 摆摊的修仙者们大声吆喝 摊主与购买者讨价还价 为了区区一块金石 整得面红而赤 眼前的这一切 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即便以林轩的城府 也感觉像是难科一梦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那么一位渺小的低阶修士 为了一点点的修仙资源 是努力不止 光阴异过 匆匆百年 如今回过头看 让人感慨万千 尽管这里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不过光是这种仿佛 回到过去的心境 也让林轩不需此行 他脑袋是左右转个不停 嘴角边挂着淡淡的笑意 不过很快 林轩眼底就闪过一缕喜色 他发现这仿石中所卖的各种东西 腰兽材料占了很高的比例 几乎是近50% 而且同一种东西价值远比人界要低 比如说一件毛鼠的毛皮 如果在云海修仙界 一张完整的大约需要七八块金石 而这里三块就可以 比半价还低 而且种类也是极多 某些一阶二阶的妖兽 以林轩见识之博 居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发现让林轩大为惊喜 这不过简陋的临时仿式 如果是高阶修士的交换会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东西 恐怕一些人界难求的妖兽材料 那里就能够收集齐 林轩脚步变得轻快 眼中闪过兴奋的异彩 俗话说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 古人成不起我 难得心情这么好 林轩看着周围的一切 也都非常的顺眼 又逛了约一炷香的时间 他在一处摊点的前面 驻足停了下来 摊位不大 上面放着一些灵气浮路 都是比较低阶的那种 不过林轩的目光 却是落在了摊位左侧的 一本旧书 风皮有些残破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妖族功法概括 道友喜欢这本书 这是小女子祖上传下来的 不瞒您说 我来自一破络的修仙家族 祖上喜欢搜罗奇闻义士 此书对于各种妖族功法 都有一些略简的介绍 摊主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妙邻女子 声音也颇为动听甜腻 哦 姑娘不是悬凤门的弟子 林轩看了看对方的服饰略感诧异 当然不是 道友难道不知道 只要赋予一块金石 外来散修 就可以在这摆摊一个月 那女子瞪大了美目 表情也同样惊奇无比 原来如此 林轩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冷笑 那赫发老者果然有所图 否则不会编什么鬼话 说此地妖族凶猛 散修只有被图 当然他有什么诡计 林轩并不在乎 以他如今的神通 灭杀以宁丹其修士 不过是抬抬手 有绝对的实力 自然不用害怕对方搞什么阴谋 林轩的注意力又落到那本旧书上 脸上并无诧异之色 要知道 修士在助击之前 由于神识太弱 虽然可以将玉童剪中的东西读出 但却无法写入 所以要记录什么 依旧只能靠纸 出现书也就不奇怪了 林轩随手翻了翻 怎么慢 五块金时 少女的声音甜甜腻腻 林轩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丫头居然是天生媚骨 虽然不算角色美人 不过配上如此天赋 对于男人倒有不小的吸引力 当然了 林轩自然例外了 一来他修为太高 道心稳固 二来 与自己颇有纠葛的几个女子 竟要美得多 无一例外 全是绝色佳人 唉 想远了 林轩收回神思 嘴角边露出一抹笑意 对于低节修士 五块金时自然是不菲的数字 但对他而言 却是变成了毛毛雨 林轩自然不会无聊到做杀架这种事情 直接在储物袋上一排 取出五块金时递到他的面前 谢谢 少女大喜笑盈盈地接了过去 林轩从摊位上拿起旧书 又继续开始闲逛了 不过随后的时间里 他并没有新的收获 毕竟此仿式是针对低节修士的 里边出售的东西 对于林轩来说实在是不适合 半个时辰之后 林轩感觉无趣 于是便出了访式 少爷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月儿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个 林轩一手俯额低头沉吟了起来 按理说 来到一新的地方 短时间内又无法回去 自然要找地方开辟洞府 不过此事却不用操心 作为悬凤门客卿 林轩可以凭着此令符 领取一座洞府 当然不是非常好的那种 但能够安身 他就非常满足了 反正林轩也没有打算在这里长住 于是他化为一道顿光 向旁边的一座山峰飞去了 过程不用描述 自然顺利无比 修仙界讲究实力 而林轩虽然隐匿了一些 但宁丹中期的修为 已足以让接待的管事 恭敬无比 林轩虽然隐区 林轩领到洞府之后 自然是先取出几道正旗 不好 随后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才从楚戴 取出那本旧书 津津有味地开始阅读 一看就是一天 直到太阳落山 林轩才慢慢地合上书卷 脸上表情也轻松了下来 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虽然对于修妖功法 周雪恒也做过一些介绍 但却太过粗糙 林轩并不满足 毕竟想要离开妖领岛 自己就必须先学会凤舞九天诀 可他看过周雪恒战斗 修妖者可是与佛道如魔大不相同 虽然也能使用灵气法宝 但更多的却是将自己的身体腰化 然后借此使用各种诡异神通 周雪恒曾将右手变为利爪 而林轩可不希望自己修妖后变得怪模怪样 不过如今他不用担心 因为那本书上说 修妖功法虽然千千万万 不过却有几个共同点 只有普通功法和中等功法 才会需要修饰的身体腰化 而高级功法与极品功法则不同 同佛道如魔一样 也是趋势法宝 而且效果更好 据说修炼后的两种功法 即使不用腰化 也可以将修饰的身体强度大大增强 特别是极品功法 练到极深处 甚至能够让身体媲美普通法宝的硬度 平心来说 林轩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可是大为惊讶 不过稍一宁死之后 却又释然了 与人类不同 画形其妖族 虽然也会去世法宝 借用外物 不过也非常重视对本体的陪恋 甚至某些妖兽 不管修为多高 也不会使用法宝 而是将余生俱来的尖牙利爪 修炼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催精烈食有如切豆腐 直接就能与顶尖法宝硬汉 人类身体虽然远不足妖族 不过即使模仿他们的神通 将极品功法修炼到最精深的地步 能够媲美普通法宝的硬度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林轩是叹了一口气 修仙一道还真是神秘无比 即便如今的自己 也不过出窥门径而已 放下手中的卷书 看着天色已经晚了 太阳落下山坡 林轩开始盘膝打坐 说起来这几天自己都没有好好修行过 已经落下了不少功课 如今有时间是该好好调戏一下了 这里是极品的妖脉之地 然而灵气却细胞无比 原本并不适合在这样的修仙者 好在林轩还有各种灵药可以吞服 靠药力支持一样可以修炼 一夜无事 当第二天朝阳升起 林轩已经恢复了神采一意 脸上再无一丝疲倦之意 哦 神清气爽 林轩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随即震意向外边走去 出了洞府之后 林轩并没有多坐停留 而是直接化为一道惊鸿 飞向了远处的天空 邀灵岛面积广阔 据林轩推测 恐怕有两三个幽州打 除了玄凤门 其他大大小小的修妖门派 也是数不胜数 林轩打算先逛一逛 看着能否有意外的收获 毕竟凤舞九天绝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到手 所以先忙忙其他的事好了 哪怕熟悉一下周围的地形 说不定以后也大有好处 存着这种想法 林轩的顿光并不快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 才飞出了百余里左右 同时放出神石 仔细着打量这四周 咦 林轩的表情是突然一动 顿光也随之停了下来 在距离自己大约数里远的左侧 有一小小的山谷 面积也不过百丈方圆 看上去并不起眼 而在山谷之中 有一男一女两位修仙者 身体上的灵气波动十分微弱 显然还没有足迹成功 原本这种低阶修士 林轩平日里自然不会拿正眼看去 然而偏偏其中那位女子 自己确实认识 大约二十出头 容貌清秀 明明不是什么绝色美女 可偏偏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令人心动的风情 天生媚骨 正是昨日那位在访试中 卖书给自己的少女 林轩眉头一条 随即动光变得若有若无 最后化为一道淡淡的轻盈 从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 以她现在的隐匿术 别说林栋齐低阶弟子 就算是宁丹齐修士 能否发现也还是两说 当然林轩可不是无聊到会偷听 两名低阶弟子的隐秘 而是她发现两人的情形有些诡异 那少女脸上满是怒意 至于她旁边的男子 则大约三十出头 虽然也长得眉清目秀 算是以英俊之人 但给人的感觉 却有几分邪气 嗯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英雄救美 林轩不感兴趣 不过昨日从少女手中 所买的卷书 却了解自己的心中之祸 林轩对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感激 假若此女真是遇见了麻烦 林轩也不介意出手一次 反正对她来说 不过是呼吸般轻松的事 谁说修仙者寡情博弈 林轩有时候也会做一做好事 心惊的 你真的要欺人太甚吗 少女的脸上满是怒涩 平儿姑娘 你这样说可是冤枉了金某 在下对你一往情深 希望与姑娘结为双修之好 共谈天道 这怎么能算欺辱姑娘 那男子上前一步 脸上带着笑容 然而 怎么看 怎么感觉欠揍 双修 少女脸上一红 不过却平添了几分利涩 加上她的天生魅谷 虽非绝代佳人 但那魅谷已足以颠倒众生 林轩隐在暗处 也不由暗暗嘀咕 这丫头真是霍国殃明的一带游武 难怪那贱男被迷得晕头转向 不过少女的修意很快就消失了 却而带着的是满脸泊怒 信金的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平安就算嫁于头猪 也不会与你所愿 这番话虽是比喻 但平心来说 却颇有几分恶毒 不过也由此可见 少女对眼前的男人 实在是讨厌到了极处 否则也不会说出这般言语 那金姓男子脸中闪过一缕异色 不过随即又强行地按捺下去 但语气要生硬了少许 平安姑娘 金某是真心实意地 想和你却为双修之好的 你又何必距离人一千里之外 要知道叶家早已衰落 你可不是什么生名显赫的大小姐了 不过区区散修 而金某虽踏入仙道未久 但由家族照辅 功法大成是值日可待 祝可 就算叶家已经破落 平安也不会不知廉耻 做那牺牲色相之事 我知道你是昆南少主 但也不需要拿昆南老摩的名头来压我 哼 信金的 你当平安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在为踏入仙道的时候 你就贪花好色 不知道坏了多少女子的清白 自从被昆南老摩看重 引上秀仙之路之后 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以女子作为顶炉 肆意裁补 哼 臭丫头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 想要吃罚酒 金雄男子被对方戳到了痛脚 是勃然变色 原本金某看你有几分姿色 想要你做本少主的 适切的 你既然不知好歹 那就如你所愿 让你做本少主财补的顶炉好了 话音未落 他的脸上已经露出银笑的表情 不再装作正人君子 开始肃忌惮地打量起少女美好的身躯 无耻 叶平儿又羞又怒 欲守一伏 掌心之中已多出一张符路 轻轻挥出 几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光球出现了 腰弹符 人家出击法术 换句话说 就是入门的那种 类似于人家的火坛术 叶平儿不过是灵动中期 身上自然不会有太高级的符路 那几个拳头大小的腰气球 在他法力一摧之下 狠狠地向对方砸下 哼 雕虫小姐 这条倒行居然也敢违背本少主的心意 金星男子脸上满是嘲弄之意 身上闪过一缕黑气 面对腰弹符 他也确为动手 而他左手却猛然变大变粗 肌肉扎节 看上去甚至可不 腰化术 你居然能够腰化 少女的脸上满是惊慌之色 至于林轩则牵了牵嘴角 什么困难老母 他这嫡传弟子所修炼的 也不过是普通功法 要知道 高级于极品的是不会让身体腰化的 然而林轩并不知道 这会儿确实他弄错了 俗话说的好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例外的 虽然正如那本腰族功法盖要所说 大部分高级于极品功法都不会让身体腰化 但里边还有一小部分 并不遵循这个原则 比如说 昆南老母所修炼的那种 也是高级功法 在战斗的时候 却会将身体腰化 左手变成腰瘦的胳膊之后 精性男子是轻轻一挥就将腰弹腹击碎 嘴角边露出银邪的笑容 一步步的向着少女逼过去了 叶平儿的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不过脸上并没有露出慌乱的表情 伸出手来在橱戴上一拍 一柄闪闪发亮的匕首被系了起来 中品林奇 看来叶大小姐手中确实还有好东西 并非普通的散修可比 精性男子嘴上说的轻松 但表情却有几分凝重 中品林奇非同小可 并不像垃圾服录一样好对付 急 少女伸出手来冲着匕首一点 腰气一闪 似乎顿时化为一道精芒 狠狠戳向对方 金星男子仰起头 眼中隐隐又血芒闪过 伸出那腰化左手 向匕首迎上 看样子是想要硬扛 然而隐在暗处的林轩却瞇了瞇眼 不对 这小子另有诡计 果然 眼见匕首距离那真宁的左臂只剩下不足半尺 那只怪物的手臂上突然伸出无数拇指大小的出手 长约两尺 有如毒蛇反噬 缠向匕首 这种低阶修士的争斗 对林轩来说自然不值一提 威力实在是太小 然而修妖功法诡异玄妙之处 却让他大开眼界 啊 也凭而是一声惊呼 虽然这种异变 他是万万不曾料到 想要变换招式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匕首被触手缠住 少女是脸色一白 但也不愿意就此认输 忙双手掐绝 匕首上腰光大放 就想要挣脱束缚 可那些触手不仅坚韧到了极处 而且表面花不留守 丝毫着力点也没有 匕首虽然锋利 却已完全被困死 臭丫头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乖乖随了本少主 还可以少受些皮肉之苦 如果你现在屈服 我可以考虑不让你坐顶路 惊性男子充满诱惑的开口 明明卑鄙无耻 可脸上表情却显得自己 好像多么心胸开阔 呸 少女是自然不为所动 与手晃出 指甲又多出一张符 但这会儿却没有记出 反而是贴在自己的胸口 顿时她化为一道青红 破空飞走 第七百零八章 今日众善音 想走 惊性男子 脸上露出激嘲的笑容 在本少主面前 那不过是白日做梦 话音未落 他已经举起了那被妖化的左手 拳头中央是出现了 一拇指大小的孔洞 漆黑如墨的妖物 是从里面喷射而出 迅速将那抹金红包裹 顿光的颜色 也是迅速暗淡了下来 叶平而是郊区遗产 从半空中衰落下来 到了这个地步 少女终于花容失色 尽管不想束手就腹 可体内的法力 已经被那妖物禁锢 甚至连四肢都变得酸软无力 紧咬背齿 才能勉强站立 如何 现在不也是我砧板上的肉 当初若顺了本少主的心意 还可以少吃苦头 现在是不是心中后悔了 后悔 呸 平而只恨自己法力低微 不能灭杀你这无耻之徒 少女满脸惶恐 但依旧倔强的破口大骂 臭丫头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天生美骨 本少主一定让你 做一名合格的顶路 惊性男子一边说 一边吟笑着向少女走过去 叶平而表情惨淡 双眸 已被绝望之色填满 难道自己真要失身于此 然而此时此刻 即便想要自杀也来不及 眼看 已到千钧一发之际 一股冰冷的神石 突然从天而降 肃无忌惮地将两人包裹 感觉就像是青蛙被蛇给盯住 毛骨悚然的感觉 两人是一呆 然而表情却截然相反 叶平而是俏脸上满是惊喜 毕竟对他来说 情况已经不可能 比如今更糟了 而惊喜男子则满脸阴霾 偏偏怒气 却又不敢发作出来 如此可怕的神石 难道是宁丹气的修饰 此人虽卑鄙无耻 但脑筋却转得极快 眼中是一色一闪 脸上就堆砌出了一副卑微的笑容来 摇摇失了一厘 不知道那位前辈大甲光临 寝述晚辈未曾远迎 口是心非的东西 拼也配问林某的名字 毫无感情的声音响起 接着左侧约十余杖之处 灵光一闪 凭空冒出一位面貌普通的少年 对方看上去年轻已急 最多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可浑身的灵气却让人心悸 金姓男子是满脸哑然 偷偷放出神识 一扫之后 眼中顿时露出畏惧已极的神色 果然是宁丹妻的修仙者 而另一边 叶平儿则瞪大了美眸 翘脸上满是吃惊之色 这不是昨日在访试中 向自己买书的道友 原来 他竟是宁丹妻高手 寄遇之奇 莫过于此 少女感觉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 简直与梦境相似 见林轩目光不善地望向自己 金姓男子额头上 渗满了细密的汗笛 强笑着失了一礼 敢为前辈尊心大名 晚辈乃是昆南老祖 坐下弟子 前辈若有吩咐 晚辈一定赴汤蹈火 这家伙倒有机灵 为怕对方于己不利 先扯出师尊这面大旗 然而林轩嘴角边 却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 昆南老祖 那是什么东西 金姓男子表情一致 他的修为虽不值一提 但背后的昆南老祖 却是有名的魔头俱销 从没有人见 敢在背后对世尊诋毁之词 心中气急 但他到底不是白痴 脸上依旧是一副讨好的笑意 前辈说笑了 家世乃是原英修士 以前辈的神通 想必不会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哦 你是在威胁我 林轩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 不 前辈误会了 金姓男子大惊 忙想要巧言解释 不过林轩已不想与他啰嗦 袖袍一扶 一道青色剑光飞射而出 以对方的修为 自然没有反应的时间 剑光围着他脖子一炫 血滑之中 那颗头颅就冲天而起 林轩脸上露出厌恶之色 一粒火球 就将他的尸体化为了灰烟 随后林轩望了前面的少女 一眼 那丫头居然有点坠坠不安 也不奇怪 孤男寡女独处在这荒郊野地 何况自己与这位前辈相比 简直有如蝼蚁 如果他突然起什么坏心思 以林轩的聪明才智 见了少女的表情 自然将她的想法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摇里摇头 脸上并无怒意 双手一掐绝 将一道法力打入少女的身体 呃 叶平儿只觉得丹田一暖 被禁锢的法力重新流入经脉 身体软绵绵的 感觉也是随之隐去 四肢又重新恢复了利息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叶平儿 隐隐下拜 罢了 不用多礼 对林某而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林轩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对于眼前的少女 颇有几分好感 当然 不是由于她的姿色 而是由于此女品性不错 神石在她身上一扫 林轩倒真的有些吃惊了 冰属性一灵根 加上天生魅骨 子女修仙资质 可以用绝佳来形容 这种天赋 按理应该是各大修仙门派 争抢的对象 没道理会做一名 无根扶贫般的散修 不过那金姓男子曾经说过 此你好像来自某破络的修仙家族 或许是这个原因 让他不愿意入别的宗门 不过没有名师指点 自己修仙可不是一般的艰难 林轩想想自己一路走来 对此女不仅有同病相怜之感 罢了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难得出手多管闲事 就再帮他一次 念机至此 林轩伸出手来 在楚戴上一拍 白光一闪 掌心之中 已多出了两个小巧的玉瓶来 伸手递给前面的少女 叶平儿脸上露出吃惊之意 前辈 你这是 傻丫头 林某难得做一次好事 这两瓶丹药对增进法力大有好处 想必以你的资质 用不了几年就能够成功铸击 多谢前辈厚似 叶平儿大喜 美目中 蕴满了感激 屈膝就向林轩败了下去 前辈之德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铭刻在心 待日后修为有成 林轩点了点头 对此女多了一份看重 以她的修为神通 当然不图对方回报 不过 此女的反应 也是令她满意 如果换一个人 或许会说来势做牛做马 但轮回之说太过虚无缥缈 就没有此女所言诚实了 第七百零九章 芒山大会 与叶平儿分手之后 林轩化为一道惊鸿 重新飞射向了天空 刚刚的小插曲 她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要对妖领导的情况 多了解一些 俗话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 悬凤门修士 虽对自己不错 但林轩总感觉 他们另有目的 因此自然又暗中 提防一些 一路无事 虽然也碰见了几头妖兽 不过都是一二届的垃圾 林轩毫不客气地顺手灭去 至于人类修士 却不知为何 这三天居然一个也没有遇到 看来妖领岛 真不是一般的地广人稀 不过让林轩惊讶的是 她居然看见了几座 凡人的小城池 规模也不很大 也就十来万人 这让林轩恶然不已 没想到条件恶劣的妖领导 居然还有凡人能够生存下去 一打听 原来这些都是修仙者的后裔 数百万年前 五大妖修带领追随者迁居于此 岁月悠悠 他们的后代 也不一定全部拥有修仙资质 于是便有了凡人的城池 当然这些城池背后 或多或少有宗门家族暗中守护 否则早就被妖兽所图示 林轩在城池四周 就看见了不少禁止的遗迹 有的甚至有上百万年的历史 乃是远古修士的手笔 一晃眼半月过去了 这日林轩继续赶路 这些天 他已将妖灵岛探索近三分之一的面积 当然 林轩并没有深入一些著名的险地 比如说幽幻山脉 虽说林轩也起过这个念头 那传说中的古传颂阵 就位于此山的深处 但仔细思量过后 林轩还是放弃了 里边妖兽太多 其中不乏化形期的怪物 即便以自己的神通 茂茂然进入 也绝对讨不到好果子的 俗话说 谋定而厚动 就算日后要寻访古传颂阵 也必须准备充分才可以 林轩一边飞 一边想着 突然眉头一挑 远处出现了一道灰蒙蒙的顿光 羞妖者 而且实力不弱 一道宁丹起 虽然刚步入子晶们不久 但此内身体内的腰力 却十分蓬勃 看来 修炼的功法 颇有几分独到之处 林轩是正这样想着 那顿光突然 方向一改 朝着这边飞了过来 看来此人也发现了 自己的行踪 就不知道 他过来是想为何 当然 以林轩的修为 自然不怕对方有不良企图 干脆顿光一脸 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那灰色的顿光并不起眼 但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几夕之后 就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光滑收敛 现出了一身穿灰袍的大汉 此人 月四十出头 浓眉大眼 身材 又如铁塔一般 若是方宅世俗 简直就是 以绝代猛将般的人物 目光在林轩身上扫过 大汉的表情 却全都变了 狂态收敛 露出以敬重和佩服 抱了抱拳 敢问道友 也是去参加骑山大会的吗 骑山大会 林轩眉头一条 林某没有听说过 那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道友说笑了 骑山大会声名赫赫 以道友的修为 怎么可能熟视无睹 大汉表情一呆 脸上明显露出几分 狐疑的神色来 不瞒道友 林某乃是散修 自幼随恩师入道 数百年来 一直在深山中前修 这才第一次出来 林轩表面不动声色 口中谎言却滚滚而出 如今他编故事 已经可以不眨眼了 什么 会跑大汉 脸上满是金融 林轩所说的这种情况 也不是没有 但一般说来 筑基成功之后 就会下山历练 这种都以宁丹 却说自己是新人的 简直是闻所未闻 心中是半信半疑 但也不好 继续打探下去了 原来如此 在下张松 也是散修一个 此去参加 骑山大会 道友愿意 结伴同行吗 能增长一下 见识自然不错 不过道友 可否先解释一下 这所谓的 骑山大会 究竟是什么东西 哈哈 道友便是不问 张某也会解释清楚 大汉是一百首 十分豪爽的开口 骑山大会 可是我们邀领导 修仙界的盛举 每十年举行一次 让参与同道 互通有无 交换修炼所需 原来是交换会 哈哈 也可以这么说 但骑山大会 可不是普通的交换会 可以相提并论的 难道还有什么特殊之处 林轩听了对方的言语 倒也被引起了几分兴趣 当然 否则又怎么称得上 整个妖领导 修仙界的盛举 大汉是咧开嘴角 黑黑黑的开始傻笑 一来是他的规模 虽然这个交换会 每十年召开一次 甚至可以说 没有固定的场所 但大会上 所出现的各种珍惜物品 便是妖领导最好的访式 也绝对远远不及 只要有足够的金石 就可以近拍到 许多稀罕的东西 甚至有一次 据说某人曾经买到 一颗画形后期妖兽的牙齿 后期妖兽的牙齿 林轩大惊失色 须知 那种怪物的修为 可是媲美原因后期的大修士 尽管他的皮毛骨骼 都珍惜之极 但想要猎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的牙齿 如果用来练气 只要手艺不是太差 再加上一两种材料 就可以轻易打制出 一件顶尖的法宝 这种东西居然可以买到 以林轩的诚服 也不由地流露出贪婪之色 哈哈哈哈 看来倒有动心了 不过我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那种东西 可是一出来 就会有无数人的风抢 最后往往被炒到天价 绝不是我们这些散修 能够买得起的 回炮大汉好心的劝道 林某清楚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那七山大会倒真是蛮吸引人的 林轩微笑着说道 那也是 就算顶尖材料我们买不起 但总可以逃到一些需要的东西 丹药 工法 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哦 消息也可以拿来换金石 林轩眼中是一色一闪 语气显得很是平淡 当然 每次西山大会的召开 总会引来五月山川无数好汉 各种各样的密文 也可以拿来交换 甚至有人手中有宝藏的消息 一个人却利友不待 都会出售出来 第七百一十章 白鹤上人于叶家 出售宝藏的消息 难道买的人就不怕对方是谎言相欺 林轩眨了眨眼 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 这当然也有可能 但一般不会 道也也清楚 修仙界虽弱肉强食 杀人强宝 并不算如何稀奇的事 但访试交易却又不同 齐山大会如此盛举 自然不会让某个萧小之辈 图一几丝利而撒了牌子 如果谁敢出售假的消息 那将成为整个 邀灵岛修仙界的功底 原来如此 林轩点了点头 不知道参加齐山大会 可有限制 有的 不过那是针对第一节修士 必须持有请柬或者特殊的令服 随后才可以进入 而我们宁丹期以上的修仙者 大会则是敞开了门欢迎的 大汉说到这里抬头看了一眼林轩 怎么样 盛举难得 导游可有兴趣 与在下去见识见识吗 如此有劳了 林轩嘴角边露出一丝笑容 不过导游如此热情 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哈哈哈哈 导游多心了 张某可绝没有图谋 不瞒你说 从这里到齐山 还要走数日之久 而且一路也不太平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遇见厉害的妖兽 张某邀约道友 是因为两人结拜 相对而言要更加安全 好吧 既然如此 再下去交了张兄这个朋友 林轩嘴角边露出 淡雅的笑容 神色也显得十分的轻松 哈哈哈哈 道友客气了 你乃终其修士 这一路上 道友还得多多养 张兄台的法力才是 两人客气了几句 随后就各自化为一道惊鸿 消失在远处的天空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两人闷头赶路 当然也不是一直傻傻的飞着 期间交换了一下修炼心得 虽说宁丹七修士 对林轩已经不算什么了 但修妖这种流派 他已经毕竟没有经历过 多了解一下他们的修炼特点 也是好的 等日后拿到凤五九天诀 也不至于忙头无序了 除此以外 林轩也向对方打听了一下 邀领导修仙界的近况 反正 林轩编的谎言是刚刚出山 不了解这些 也就情而可原 而张松貌似粗鲁 其实口才却颇为了得 何况双方没有利益冲突 他自然是一五一十的如实相告 玄凤门实力果然不俗 在邀领导位居各大门派之首 而其他宗门家族 实力明显要稍逊一筹 比如说排名第二的乌龙帮 满打满算 也只有三四位原英系长老 实力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正确地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过与人界不同 邀领导各宗门家族间的纷争并不多 他们的主要敌人 是那些形态各异的怪物 修仙者在这里属于弱势群体 不少离得近的宗门都会结为联盟 以便在邀寿来袭的时候 能够守望相助 邀寿来袭 林轩心中一动 忍不住开口 难道这里的妖兽 经常袭击各大宗门的总坛吗 在吴指峰 玄丰门互派大阵 常年开启的景象 可是令他印象深刻 不错 而且一点规律都没有 有的时候 三五年遇见一次 有的时候 百年也不一定会受到袭击 规模也是迥异 从几十只妖兽 到成千上万头的都有 张松叹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隐隐透着恐惧 不少宗门家族都是这样被灭门了 甚至连叶家也不能幸免 可怜白鹤上人一代人节 最后却落得个血脉断绝 张松说到这里是唏嘘不已 林轩却听得云里雾里 什么业家 那白鹤上人又是何方生生 不会吧 虽说兄台一直在深山中闭关 但好歹也是宁丹齐修士 难道出来之后 林氏连这些常识 都未曾对您提起 张松眼中满是狐疑 哈哈 家师生性孤僻 不喜多语 除了指点林某修行 一年四季 连话也不曾多说一句 林轩挠了挠头 略感尴尬地开口 原来如此 张松眼中闪过一缕异色 却不敢开口追问什么 毕竟能够教导出林轩这样的高手 他的师父 不用说肯定是某位原鹰奇老怪物 这种人 那是自己可以议论 俗话说 祸从口出 他可不想死得稀里糊涂 说起叶家 虽然只是四五流的小家族 但名气之大 整个修仙界却几乎无人不知 追溯历史 更可以与玄凤门并驾齐驱 哦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四五流的小家族 会有这等声势 着实 让人感觉惊奇 难道 与那所谓白鹤上人 有什么关系 林轩也没有开口 静静地等着对方往下说 不知道林道友 可听说过五大妖修吗 张松的声音低沉而厚重 道友是说玄凤仙子等五位高人 在下虽出出茅庐 但五位前辈的事迹 却也听过 林轩淡淡地开口 对于传说中的离合期高手 他还是十分敬重 讲到这里是心中一动 难道 那白鹤上人 林轩所料没错 那位叶家仙祖 就是白鹤祖师 当年五大妖修 只有他与玄凤仙子传下道统 然而两派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玄凤门人才辈出 虽然再也没有出过 像仙子那样的精彩绝艳的任务 但也不曾衰落 始终保持着 邀林岛第一宗门的名头 而叶家 则是白鹤上人传承下来的血脉 据说最初的几百万年 与玄凤门并驾齐驱 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 却逐渐没落了下去 更是在数载以前遇见妖兽来袭 满门皆被图示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说到这里 张松叹了一口气 说起此事 真的令人扼腕不已 叶家已经庸庸碌碌碌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拥有一灵根的女弟子 而且还是家主之女 若是好好培养 叶家说不定忠兴有望 哪知道 林轩摇里摇头没有接口 沧海桑田 门派兴衰起落 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 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据张松所说 各大家族门派 邀领导散修的势力也是不小 其中不乏原因其老怪物 比如说 昆南老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